海上台风持续现在接近台湾地区 所以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提醒大家要特别的留意 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这个台风最新的动态 台风目前的位置是在俄网比的东南东方 大约670公里的海面上 它目前是一个中度台风 我们有观察到过去的几个小时之内 它其实是有增强的 目前近中心的最大风数来到每秒45公尺 其实过去6小时来说 它其实是有快速增强的趋势 我们也预估因为它附近目前的环境 所处的海洋上面海温是高的 另外它的环境上面垂直风圈也是比较小的 所以这个台风目前还是有持续发展增强的机会 暴风圈也有可能会扩大 那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这个台风的动态 刚才提到这个台风持续的朝西北方向做前进 那到了明天它就会逐渐接近台湾东南部的近海 到了礼拜四它就会逐渐的通过台湾地区 暴风圈也会随之笼罩全台各地 到了礼拜五 礼拜五的白天它才会逐渐的远离而且减弱 对我们的影响才会逐渐的减小 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台风对我们的影响 首先我们先从天气图来看 目前在中国大陆的上方是有一个高压正在逐渐的东移 另外我们可以注意到康瑞台风是在目前这个位置 目前这两个高低压是正在对峙的情形 所以在台湾附近刚好是一个气压梯度比较大的区域 所以紧接而来的带来的就是强风 截至晚上七点为止 其实我们在整个西半部的沿海 另外东南部包含恒春半岛 还有兰雨绿岛以及澎湖都已经观测到比较大的阵风 尤其是在恒春半岛跟兰雨 目前都有出现十一级左右的阵风 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接下来到了明天的白天以及明天的晚上 随着台风逐渐的靠近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受到地形的影响在西半部区域的风速都会逐渐的增大 另外在澎湖恒春半岛 兰雨绿岛还有整个离岛地区都有可能会出现更强的阵风 所以气象鼠持续发布陆上抢风特报 今天晚上主要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蓝雨绿岛还有恒春半岛刚才提到的都有可能会出现十到十一级左右的阵风 另外在桃园至云林沿海还有澎湖也有可能会出现九到十级的阵风 到了明天台风更为接近风力逐渐的增强起来 苗栗到云林的沿海 蓝雨绿岛还有澎湖甚至有可能会出现十一到十二级左右的阵风 另外在台南以北的沿海 恒春半岛还有马祖也有可能会出现九到十级的阵风 高雄以及东半部还有金门也有可能会有比较强的阵风出现 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这个台风造成的强风现象 接着我们来关心一下浪高的部分 截至晚上七点为止 其实台湾附近的各海面都出现三公尺左右的浪高了 尤其是在台东以及东沙岛都已经出现长浪的现象了 到了明天晚上随着台风接近 各地的风浪会再更加的增强 台湾的北部海面大致上会在三到五公尺左右 整个台湾海峡到东沙岛海面还有东北部海面 甚至会出现五到六公尺的浪高 最接近台风中心的台湾东南部海面以及巴士海峡的东部 甚至都有可能会出现六米以上甚至十米以上的浪高 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千万不要再前往海边活动 接着我们来关心雨的部分 刚刚提到东北风 目前的雷达回波图也是显示 在北台湾这一块目前是有一些降水的回波正在移入当中 另外在东半部花莲这个区域也有一些降水回波在移入 所以气象鼠目前针对这个雨量的部分也有观测到 在基隆北海岸在宜兰的山区都有出现比较大的雨势 因此我们发布大雨特报 针对的就是基隆北海岸 台北市山区 新北市山区 以及宜兰的山区发布大雨特报 接着我们来关心未来的降雨 今天晚上东北部还有北部的降雨会持续 到了明天台风更为接近 明天的白天 东半部以及北部就有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到了明天晚上到礼拜四的清晨 甚至在东半部都有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 北部以及东南部还有恒春半岛也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这个台风目前正在逐渐接近当中 对我们的影响也在持续当中 所以明天开始这个台风就会逐渐接近 尤其是晚上到礼拜五的清晨 是这个台风影响我们最剧烈的时候 强风豪雨的部分要特别留意 豪雨的部分我们要提醒大家 可能家中附近的水沟可能要多多的去做疏通 另外在山区的部分 从明天开始可能就尽量不要前往 以免发生危险 在强风的部分一些悬挂物也要加强的固定 另外非必要的话就尽量不要再外出了 另外在海边 目前刚才提到就是浪比较大的部分 明天开始尽量也不要前往海边活动 以免发生危险 另外这个台风刚才提到在路径的部分 还是会有一些不确定性 提醒大家还是要多持续留意 气象署所发布的最新气象资讯 以上是这一节的台风动态说明 朋友那我们就来关心一下 放台风架的时间点 目前熟利认为礼拜四是最有机会放台风架的 至于其他时间当然就要再看了 但是在关心台风架会放几天之前 我们首先一定要先来关心 这康瑞台风的强度 我们从卫星云图当中要告诉大家 这康瑞台风从今天下半天开始 已经开眼了 而且现在这台风眼是越来越清楚 而且这个台风眼还蛮大的 整个结构上面您可以看到 已经开始非常的浑原跟扎实 没有错 它现在是一个中度台风 而且强度还持续在增强 不排除在登陆之前 它甚至有机会增强为一个强烈台风 那么尽管增强为强烈台风的时间并不长 因为很快就要登陆 很快强烈也会受到台湾地形的破坏 不过一上路至少都还能够维持 在中度台风的上限 那么因此康瑞台风所带给台湾的 将会是一场非常强的风跟雨 不仅会有16到17级的狂风 甚至在整个东半部地区是首当其冲 接下来要关心的就是几个重要的时间点 我们首先来看到中央气象署 目前预估的一个最新的路径 是从南台东登陆 不过当然这样的一个路线并还没有定论 现在以目前来看 在南台东登陆 有机会在台中到彰化一带出海 目前在今天傍晚5点半 事实上气象署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 那么预计在明天的清晨 也要来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了 因为明天下午的时候 这个暴风圈就会接触到海警线 那么再进一步暴风圈在明天的深夜 也会触入到台湾的东南部地区 另外大家最关心就是登陆的问题 现在如果按照这时间推估的话 登陆的时间点会落在明天下午的 这个礼拜四下午的三点钟 那么暴风圈的脱离 则会是到礼拜五的中午左右 那么就脱离 这个台风行进的速度不会慢 因为太平洋高压导引着 所以对于登陆点来说 世界各国的看法 其实现在都还是很分歧的 我们来看到 从包括的中央气象署 是在南台东登陆之外 包括了日本还有香港甚至中国 还有美国的美军 都认为有机会比较偏北一点 所以现在看起来 在花莲以南登陆 其实都是有机会的 那么风跟浪的部分 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 尤其台风在登陆之前 整个风跟浪都会是相当强大的 尤其你可以看到时间点 我们放到在登陆 也就是礼拜四的中午到下午这段时间 台湾附近海域 尤其在东南部海域 不排除就会有将近8到10米的浪高 以风力来讲的话 由于这个台风康睿台风 它进中心这个十级风的暴风半径 将近有100公里 所以事实上不是在登陆的那个时候 风雨是最强的 在登陆之前 其实风跟雨的就已经是最为剧烈的 只要十级风的暴风半径 一上路一接触到东南部的陆地 那么不排除就有机会刮到14到16级 甚至瞬间的最大阵风 有机会来到17级的强阵风 特别是在蓝雨 特别是在登陆点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整个西半部地区 目前预估在登陆前 也就是礼拜四的下午开始 也都会有9到12级 这样的一个强阵风出现 所以最后熟例 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了 什么时候是风雨最强 现在的时间点要拉到 就是礼拜三 也就是明天的晚上 到明天的中午之前 主要都是暴风圈开始接触 还有就是外围环流的影响 所以风跟雨的话 其实就已经明显增强了 那么到了十级风 暴风圈 一旦进入到东半部的陆地 那么风雨就开始是最剧烈的时候 所以从这个礼拜四的下午 一直到礼拜五的清晨 是整个康瑞台风 带给全台湾 风跟雨都是最剧烈的 那么什么时候风跟雨才会缓和 那么预计要到礼拜五的早上 也就是暴风圈逐渐的脱离 还有中心出海之后 风跟雨就会开始明显缓和 不过西半部地区 在礼拜五的上半天 还是要特别留意 还是会有稍微较大的风雨出现 那么因此从现在 一直到明天的上半天 我们还是提醒全台各地 赶紧做好防台的准备 时间再交给雨淑 外道天际TOO不只飘雨 还刮起九级强阵风 甚至沿海掀起四米长浪 随着抗瑞台风逐渐增强 外围环流影响之下 绿岛居民很有感 这次台风可能会直撲 所以其实我们绿岛人都撞在待 该座的防务就是有做 就是比如说一样砂包去压铁皮 摩托车就是一样 就是绑在石垢盖上 船只也都有加强固定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门窗啊 门啊都用那个木板锁起来这样子 为了备战台风来袭 租车业者赶紧做好防台 不只摩托车龙头 还包括后座扶手 一前一后都用绳子固定 就是要避免被强风吹倒 而防台场面不只在绿岛 蓝宇相公所人员加紧脚步 清理有堆积淤泥的排水溝 避免大雨好雨来袭 排水溝宣泄不及导致积淹水 而在海边则有摊位业者 以绳子前后绑住摊位 避免被强风吹着跑 生鲜蔬菜的部分 基本上是扫空 另外走进的蓝宇农会超市 生鲜蔬果货架上空荡荡 不少居民赶在康瑞台风 清洗前提早到超市 整备防台物资 毕竟台风影响时间拉长 蓝宇居民担心若关倒三到四天 恐怕物资会出现短缺 知道去年消犬蛮严重的 所以今年大家都还蛮严正以待的 虽然康瑞台风 暴风圈还没碰触到蓝宇绿岛 但从29号一早 不止刮起长阵风 沿海更掀起长浪 离岛首当其冲 居民务必得做好防台 才能降低台风带来的灾害 东森新闻地方中心综合报告 我们现在目前人就在 台东市的中央市场 可以看到这一间菜饭非常的多人 中央市场蔬果摊位 出现采购人潮现场被挤得水泄不通 以往结账免排队 不过受到台风预期心理影响 采购民众多了至少一倍 光等结账就得等近半个小时 台风快要来了 所以我们就赶着出来买菜 不过买菜很多人心很痛 因为跟先前相比 菜价明显涨了不少 民众无奈荷包大失险 这都好贵喔 青花菜啊 我看都很贵啦 不止高丽菜一颗200元起跳 上市苦瓜小黄瓜 原先均价每公斤100元 如今各自涨到200元170元 老板人吐露要是台风直扑而来 这菜价恐怕还会涨 民众疯抢菜 农民则是加勤脚步赶快抢收 就怕几个月来的心血 受到康瑞台风影响 眼前看到的是在云林 农民顶着艳阳家派人力 抢收空心菜往南走 来到高雄燕潮 震逢最低修好吃珍珠巴勒产季 果农就怕辛苦心血泡汤 赶紧抢收 台湮肉台风直扑一定会受到影响 价格也一定会涨 抢瑞台风风雨还没到 但菜价已经感受到台风 为例价格涨涨涨 但这恐怕只是刚开始 优传地真的受到台风侵袭影响 恐怕菜价只会越涨越贵 东森新闻地方中心组合不到 2003年的米勒台风 中心虽然没有登陆台湾 但台东灾情惨重 温水区三人罹难 还出动直升机找人 由于康瑞台风跟米勒台风路径相似 现在希望悲剧别重演 目前康瑞台风的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 已经来到250公里 持续增强涨胖下 不排除中台等级上线青台 根据气象署最新资料显示 台湾本岛受到暴风圈 侵袭几乎全破九成 暴风圈笼罩下 几乎全台都有机会放到台风架 如果依照气象署目前的预测路径 它的暴风圈会在礼拜四的上半天 逐渐笼罩到全台湾 所以目前看起来其实全台湾在礼拜四 甚至到礼拜五的上半天 都有机会笼罩在它的暴风圈之下 预估星期四 星期五影响最明显 尤其是星期四下半天 星期五上半天 几乎全台都在暴风圈内 目前从风雨预报资料看 康瑞有机会在星期四下半天登陆花冬 因此星期四 以花冬和恒春半岛 有机会先放到台风架 星期五全台都在暴风圈之下 可能全台都会放到台风架 当然礼拜四的时候 北部东半部的机会是最高 那礼拜五的话 就要看它的移动速度 是不是有很快的往外移 但是其实目前看起来 礼拜五至少在中午前的时候 全台湾都还是笼罩在 它的暴风圈里面 所以其实礼拜五也是有机会 按照停班课标准 除了阵风达时机外 单日雨量达到200毫米 就有机会放假 但台风架放不放 取决各县市长的考量 评估后决定 数据以上只是参考 怎么放是高深政治学 东西文章程黄建华 在台北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